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有些很簡單的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完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就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賣到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 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 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學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你好 Hello Dylan 你好 大家好 袁先生 最近坊間都聽到 很多客人朋友 服用益生菌 這個和腸道 和我們健康有什麼關係 其實很多人都聽過 益生菌 是很重要的營養補充劑 也很流行 其實現在可以這樣說 腸道的有什麼菌 和人的病 目前是國際上的研究 熱門的題目 我記得很幾年前 有一個香港 有一個講座 邀請 好像歐洲 德國那些地方 那些學者 來香港 講述 如何用不同的益菌治療病 他簡直說 我們可以用 病人本身的 分辨的益菌 來研究 那些分辨益菌 是提煉 培植一些好的菌 來治療個人的個別病 即是可以說 量身體組 由你長度的益菌 什麼菌 就可以知道 其實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都很多很多 第一 我已經知道 我們腸裡面的菌族 已經被證實 是人類的第二基因組 我們知道 數億萬年之前 生命起源之後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身體的益菌 是無時不游的 無處不在的微生物的菌 當那嬰兒 一呱呱落地的時候 標誌生命的 來到地球的菌族世界 即是說 我們的嬰兒裡面 一出生 有很多這樣的菌 好了 現在是慢性病 非全現性病的治療方向 正在面臨一種 我們叫做 思辨的革命 即思考方面 要全新改 現在正在被 東西方學者的 所謂 腸道的菌 是哪裡來的呢? 去哪裡呢? 這個哲學的 命題 涵蓋了 是基因特變 會治病輪 還有 是菌族療亂的治病輪 現在已經討論得很厲害 大家以前都經常說 細菌治病 和細胞治病 就是體內的環境 其實體內環境 很多時候 就是視乎體內有些什麼菌 有些什麼好菌 所以現在的重心 就開始研究 其實我們腸道裡面的益菌 跟我們健康的關係是怎樣 我們知道 人體的小腸 是吸收營養的精華 譬如葡萄糖 安基酸 和脂肪酸 而大腸裡面的菌 是吸收營養物質 譬如植物的多糖 腺食裡面的纖維 亦都被稱為 益生元 益生元 這個數量是多於我們身體的人體細胞的數量 所以這個很有趣 為什麼我們身體會有這些菌 這些那麼多的菌軸在我們的腸道裡 它扮演是什麼角色呢 是 它的存在是一定有它的原因 現在才開始我們越來越多在這方面的研究 這個1.5公斤的菌軸 其中10%是小腸的 喜歡富養的 人頭是輸送一些精華 而90%的菌軸在大腸的 我們叫做窮養的 其實它兩者都掌控了人體健康的命運 慢性病高法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們叫病從口入 過度吃飯 導致我們的菌群 缺乏特定膳食的纖維 這些所謂窮食物的療亂 然後令到它造反 腸道的黏膜 那個拼障受損失手 影響人的身體健康 即是說 口菌在腸上 就是保護我們的腸壁 調理我們的腸壁 它需要一些食物的好的纖維 來調理著 而當我們這個腸裡的 所謂的抑菌 是受破壞 或者不足 整個腸道的黏膜 的拼障 令到健康受損 現在我們都聽到自閉症 是一種說法 有一位英國的腸胃科醫生 無意之間發現 很多自閉症的小孩 是有很多腸道的問題 最最後發現 原來自閉症的其中的成因 就是我們在疫苗注射 破壞我們的腸道 腸壁 令到腸道的腸流 很多不良的食物 或者未曾完整消化的食物 可以經過我們滲透 已經有缺陷的腸 進入到血 就走進我們的腦袋 出現腦袋發炎 結果它就用它的方法 醫治這些自閉症小孩的腸道 從而幫助這些自閉症小孩 所以這個資料 在網上大家如果有機會找到 都可以找得到 好了 我們經常都說 到底蚊耳食為天 還是蚊耳食為天 其實蚊耳食為天 其實蚊耳食為天 基本的本質應該是蚊耳食為天 因為蚊 我們這些蚊群 通過人體食飯 為蚊群提供的所謂碳元 它表現為人體不斷吃飯 為什麼我們有飢餓呢 飢餓是由蚊群裡的蚊群繁殖的時候 需要涉入碳元 這些蚊群攻擊蚊群的黏膜之後 刺激蚊群的神經系統所致的 所謂飢餓呢 其實是因為蚊群的需要 他們想吃東西 他們想吃東西 他們需要多些吃飯 他們就發出個訊息 令到我們知道 就是說蚊群是迫使食物 動物是攝食的 用來供應蚊群的存活 明確一點這樣說 動物的肉體其實 是由蚊群裡的蚊群迫使他們 要攝食獲得的營養質素 而存在的一種特殊的方式 就是說 其實蚊群的蚊群 向動物傳遞一種活下來的 生活的壓力和慾望 就構成了動物界裡的生態年 食物年 那些人為什麼想吃呢 其實是蚊群的蚊群 通過食物傳遞 食物的種類和數量的 以及來源的需求 那就是說 其實人們想吃什麼 想做什麼 餓與不餓呢 其實那個訊息是來自什麼呢 是來自我們蚊群的需要 裡面的蚊群裡面 他們想要的生存 想要繁殖的時候 就需要我們用食物去補充給他們的炭元 是的 那它就令到我身體想進食 講明白一點 其實90%在我們大腸裡面的群族 是給我們人一種飢餓感的 大腸群族如果是得不到足夠的必需營養 就會導致持續性的飢餓 反覆太多食一些惡性的循環 如果食得太豐富太肥膩太甘 會造成脂肪垃圾堆積 即是你一個人的飲食的需求 營養的需求 其實是決定於我們大腸裡面的 90%的大腸裡的菌 簡單來說 如果喜歡吃肉 原因不是因為你喜歡吃肉 是因為你體內的腸群喜歡吃肉 如果體內喜歡吃肉的菌群數量過多 或過於活躍和貪婪 如果益生菌,即是好菌 處於下風 而壞菌,即是腐敗分子 戰鬥上風 我們走肉穿腸 導致健康風險就會遞增 中國可以說91%的成年人 都在排隊等進入 失落糖尿病的大軍 我們可以反映到 中國人是不是應該做 舌尖上的中國 我們千萬不要忽視 忽視補充益生緣 人體作為一種群體益菌的宿主 實際是一種菌群的發酵罐 即是我們身體的發酵罐 治療慢性病的主要任務 是向發酵罐補充足夠的益生菌和益生緣 這兩樣東西 Probiotic和Prebiotic 這兩樣東西 不單要用好的益菌戰上風 亦都要風光無限 需要不斷補充 過往被忽視的益生緣 這兩樣都要的 即是不只是補益菌 益生緣都很重要 兩樣都很重要 益生緣自古以來 有些叫菊具、羊薑、龍舌蘭等 其實主要是一種植物的纖維 以及植物的多糖 我常常說是膳食裏的纖維 益生緣具有與益生菌相得益張 以及給益生菌提供窮的營養基礎 而相向的條理 這些纖維 不是一個比較粗的食物 還有在胃和小腸 不斷被吸收的特性 但它們都是忠於大腸裏面的大量好菌種 我們可以這樣說 益生緣被供應為雙肢汗菌 最優益生菌的增殖分子 我們能夠令到我們身體的雙肌 Bifida 那個汗菌 增殖五倍到十倍 那就是說 我們需要這些纖維 我們叫做pre-biotic 益生緣 是幫助我們身體增長多些 這些這樣的益菌 雙肌汗菌 人體有六十多種元素 有些叫雲量 有些常量 有些微量元素 現在科學證實了 通過補充益生緣 條理大腸的菌軸 可以幫助減肥 改善便秘 改善便秘 增加免疫力 促進三類元素的廣泛吸收 特別是促進雲觀元素鈣 即雲量元素鈣 所謂雲量元素鈣 可以避免骨粽鬆 我們如何調理大腸的菌軸 是影響我們很大的 整體健康是很大的 如果沈蚊仔偏食 減飲減食 經常說肚痛 其實說明菌群有些異常 其中不喜歡吃青菜 因為缺乏消化青菜的菌群 喜歡吃肉 就是因為喜歡吃肉的 壞菌群過多 通過我們補充益生緣 恢復腸道微生物的平衡 就可以改善 還有一件事 發現我們心臟和腸道 是息息相關的 又有關係 沒錯 心腦的腦 最近的資料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有一位Emmerine Mayer的博士 分析了歷史和現代眾多決策者 當他們面臨一個艱險的 要當機立斷的時候 通常會聽一種直覺的語言 即是我們的Gut Feeling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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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腸道 即是腸道 即是腸道的直覺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思想與腸道的連接 隱藏我們身體內的對話 如何影響我們的情緒 選擇和整體的健康 所以這個資料 我們看看 你的思想 你的人的喜怒哀樂 和腸內的群是密切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 這個腸道的群 亦都會激發我們某種事情的發生 我們心靈崩潰的時候 我們的腸群亦都會撩亂 和會出現崩潰 導致胃腸道經亂 惡心、嘔吐、腹射、胃痛等等 所謂的腸道的益群 對人類提升人類的直覺判斷 和應激能力都會有改善 這個真是想不到 從來都沒有想過 腸道裏面的益群 原來對於我們的思想上 或者是作出一些反應 會有這麼大的關係 所有人類的情傷 還有大量的心癮 原來跟腸道的菌軸有關 譬如有咽癮、酒癮、毒癮 其實菌軸適應的咽味、酒精 和毒品刺激之後 壞菌就會過度增殖 表現成癮 而通過菌軸調整 亦都可以協助斷癮 這方面在我們臨床科學 已經不斷地進行這些研究 真是想都想不到 原來我們只要調理好 我們身體裏面的 尤其是大腸裏面的菌 給多些適合它的益菌 其實可以改善到我們 在醫學上就不需要用那麼多的抗生素 還有精神科藥 精神科藥這些都不需要用 也不需要政府花時間去立法 要管制怎樣讓市民、病人 不用濫用抗生素藥物 只要是那個菌軸 我們是不是應該 有沒有選擇那些菌軸的產品 在我們的處理病人裏面 通常都有兩種基本飲食的補充食物 我第一個就是用熱綠素粉、巴哩菌 巴哩菌有十多種營養 就是熱綠素的小蜜草、大蜜草 那些保益性的 即是屬於接近食物 本身食物 通常我會建議用巴哩菌 接著我會加些好的油 譬如亞麻子油、穴堅草油、女性油 也加上椰子油 接著我會用白耳子、奇耳子 這個其實是纖維 所以我們所謂的益生圓 譬如白耳式 我們發現用了奇耳子、白耳子 我們過去知道可以幫助三高的問題 血壓問題、纖維問題 還有大便的纖維 是最簡單的 接著我們叫他混合一些 譬如那些蛋白質的飲品 譬如豆奶、人奶等 這個就是我成為的早餐 還有一個飲品 我通常是大部份的病人 我都建議用的 就是一種飲品 含有什麼呢? 含有山竹汁、抗氧化、抗衰老 在我們的節目之前也有特別介紹過 那就是蘆蕙汁 倒些蘆蕙汁、三竹汁 接著我就用酵素 這個酵素 我通常會用一個韓國的產品 我最近搜集得到 有六十多種植物培植出來 還有一個是台灣的 包括靈芝 通常我會混合它 作為一個飯後 總之一天內有機會 喝一喝這些飲品 接著最簡單就是 我們的Probiotics 14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們堅持這樣用下去 很大機會 你的整體健康都會改善 原因就是 我今次報導的資料講到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腸裡面的益菌 腸裡面的狀態好不好 是 如果你這裡處理得好的 很多情緒問題 不開心 現在小朋友 剛剛才看到報導 香港的小學生裡面 七個有一個抑鬱的 是很離譜的 小朋友應該是 天質萬難開心的 現在的報導 就說 香港的小學生裡面 七個有一個 我相信你試一下 在這個平時的食物 早餐 用那個我們叫做 那個二六素的 那個Cocktail 再加上這個飲品 那抑鬱 其實很大機會 很多的健康上的問題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都可以處理得到 其實呢 最終來講 剛才你講過 是民以食為天 還是菌以食為天 我們其實都是選擇一些 適合的食物 而是養活了我們大腸裡面的 好的群族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的健康的根源 沒錯 剛才袁醫生一向開啟病人 或者提及的那些 葉綠素粉 酵素 益菌 益菌 益生菌 益生菌 或者益生源 旗子 全部都可以在我們 陸創意健康店有手 陸創意的地址就是 在銅鑼環 渣甸街 54號 富城商業大廈2樓 我們的電話是 28824848 我們的辦公時間 開放時間是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星期六 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歡迎大家上來參觀求買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袁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好,謝謝袁醫生 拜拜 好,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好,多謝大家